现在天气状况不稳定 其实就有网友PO出了一段影片 表示行星在高雄的高南公路上 却目睹了一起惊险的画面 因为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当时所有的车辆行驶在道路上 正前方一辆有着绿色棚子的货车 转弯之后突然是打水漂 整台车几乎360度的在原地打了一个圈 当时紧跟在后的这一名驾驶 真的是吓坏了 他直呼说这个打水漂也太过危险 再看一次当时画面 其实当时的高雄市正在下着大雨 所以路面相当湿滑 而疑似这一辆货车在过弯之后 竟然是360度的整个打了一个大圈 所以从中间的车道转到了内侧的车道 另外一方面其实在雨天的时候 行车真的都要多加注意 在台84线上面竟然是有驾驶 发现到路间有一辆大货车打着闪灯 而在这一个马路上竟然有一颗轮胎 连同横桿滚了出来 当时看到这个景象驾驶是马上的煞车 不过这个大货车的司机赶快跑出来 把轮胎滚回路间 让这个目击者PO文表示说 这会不会太夸张